開始了 其實我平時都沒有寫稿 大家知道我平時的影片都不會寫稿 其實Balhasa II 我對他的評價是 如果你是老手的話 其實我這次的分數比得比較鬆一點 我比8.5 如果你本身是Balhasa II第一次出在1998年 如果沒有記錯 剛剛好是20年前 如果你20年前有玩過Balhasa II 我覺得老玩家可以給8.5 為什麼呢? 其實Balhasa II在Balhasa這麼多代中 算是最令玩家深刻印象的其中一集 我覺得Balhasa II的影響力大於1 因為2代是PS最流行的時代 加上他的玩法是分兩隻碟 A碟和B碟 即是Leon和Claire 他創新的玩法是先後次序可以自己決定 你可以先玩Leon和Claire 而當時舊版 其實我舊版做得好的地方是 你配合你Leon關做的事情會影響到Claire關 但我覺得新版這件事 我覺得新版男女主角的交流很差 因為完全沒有交流 配合我Leon編做完的事情對Claire編沒有任何影響 舊版的事情是做得好些 但其實二十年前的畫面已經很噁心 所以拿到二十年後 他重新把這個遊戲重製 我覺得很有誠意 就比那些鬼鬼Dood者 的畫面整整得好一些就算 當作新遊戲買 Balhasa II是完全重製的 無論它的操作或玩法 我覺得你看得出它是有誠意 起碼它不是只把那些立體格仔減少兩格就當作新遊戲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8.5分 老玩價其實是比較高一點 至於你說本身是沒有玩過舊作的人 當作新遊戲體力 你自己扣分 你可以自己扣0.5分或1分 其實這集我覺得缺點是有的 對我來說的缺點很明顯 就是我覺得這集的操作呢 它這集的操作呢 其實就是拿這個4袋 大家知道包哈薩4 包哈薩4也是包哈薩創新的 就是它是想完全創新的一集 因為你看回4和1,2,3的操作是完全不同了 因為當時PS2 包哈薩4是出在PS2 由於機能得到大幅提升 它就可以把整個畫面都立體化 你可以看到Leon的操作是可以360度的動作 畫面是可以立體化 跟1,2,3的操作完全不同了 當時來說包哈薩4的評價都很高 你可以自己調查一下 我對包哈薩4的玩法都可以 如果包哈薩4也有10年前 好像也有10年前玩 我覺得沒什麼 但到了2019年 我覺得現在的操作有點落後 因為其實你沒有體術是OK的 因為體術太過離譜 因為4、5、6的體術是OK的 但是我覺得你沒有迴避動作 我就不太習慣 你明白嗎 配合在一個很窄的走廊 你如果沒有子彈 或者是不想打 你不能避 你一定要殺他 或者被他咬一口 因為你的走廊是很窄的 喪屍站在這裏 你不打就不行 你不打就被他殺 你又沒有迴避動作可以推開他 我覺得這個操作其實 你可以說這樣才是恐怖的遊戲 但我自己玩了這麼多集 即是我已經玩了這麼多集包哈薩4 有點不習慣 我自己覺得有點不習慣 但整體上來說 都可以改回 我覺得可以加回包哈薩3的緊急迴避動作 如果你有玩了3 你都知道 3是有更加迴避的 其實都很考技術的 因為你要在一隻怪 打到麥麗 出現了攻擊判定的時候 你先按制才能迴避到 其實都是考技術的 我覺得 其實我比較想重制3 因為3我都很喜歡 但你看到這麼多集裡 3的評價是比較一般的 因為3的流程很短 還有3是 嚴格來說 3只不過是二代的附帶故事 你可以這樣理解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3代是發生在二代之間 所以其實3代的評價 一般來說都不太突出 但其實3代的系統上 是夾身了很多東西 例如緊急迴避 例如第二件事 就是火藥合成 是由第三代開始 你現在看到有些火藥合成 可以變子彈 這件事其實是第三代開始 所以我很喜歡第三代 畫面方面 其實我滿意 我滿意 在這個PS4來說 這個畫面我覺得OK 雖然都是看到很多格仔 雖然畫面有很多狗牙 但我覺得 我對畫面的要求就是 我覺得順眼就可以 其實就OK 但是今代最大的問題就是 人切 很多人都說是醜 我自己都說是醜 其實你看我Facebook的報告 也知道 其實今代鮑哈薩2 他真的找了一些真人的模特 很有名氣的模特 去製造一個面相 但我想說 都沒有人認識的 尼安 Claire 你認識嗎 你說不是 有些人在尼亞利亞的模特 很出名的 模特界 但問題是 鮑哈薩2是一隻遊戲 你遊戲界 也沒有人認識那些人 那你與其 要找一些真人去製造 何必呢 我覺得 你何必要找一個真人呢 萬一你將來 想做鮑哈薩890 你又想用回 尼安 但到時候 你跟現實的明星 簽不到合約的時候 你又要改變 那個樣子 因為有版權 那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CAPCON 要特意去用一些真人去製造 我以鮑哈薩的名氣 是不需要靠這些所謂的真人 鮑哈薩2 我們看了這麼多代 Leon 看了這麼多代 Claire Ada 你何必要 沒有這個險去找一些 都沒有人認識 即是我孤陋寡問 都沒有人認識的真人去製造 這個面模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這個是多焦魚 對不對 我們看了這麼多代 Leon 你原本的Leon 你又沒有版權 又沒有什麼 任你的樣子 怎樣做都可以 你現在 你要拿一個真人 萬一下代 你跟他談不完 版權的時候 你又要改變 那個樣子 你說是不是多餘 還有 我不習慣 我看慣了Ada Ada的樣子 看了這麼多代 其實六代的Ada的樣子 有點怪 我最喜歡四代的Ada 就是最漂亮的 四代的Ada 是這麼多代的Ada 裡面最漂亮的 一定是 但六代看得久 你都覺得Ada 也會看慣了 以上就有少許評價 今代的恐怖感 其實都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害怕 因為多數那些 嚇你的位置 是突然間 彈出來嚇你 突然間 掉一隻東西 我都說過 其實這種手法 是很低級的 因為靠 你突然間 彈出來嚇你的東西 其實這個不行 真正要令你覺得恐怖 是要把環境 氣氛 音樂 聲響 會令你覺得恐怖 這件事 Sylent Hill 是做得不錯的 我覺得Sylent Hill 除了她的恐怖環境 是做得不錯的 我明白是一定要靠突然間彈出來嚇你 但其實這樣對心臟不好 說真的 有些心臟病 心臟病就不要玩 這些遊戲 但是 就算沒有心臟病 這樣嚇一嚇你也不開心 說真的 有些遊戲 是靠環境的氣氛 製造恐怖感 其實Balhasa 2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其實暴君的腳步聲 或者其實她的 其實我覺得Balhasa 2的背景音樂 可以再做好一點 可以再做得更恐怖一點 這樣就可以令到你真的靠環境 去產生恐怖 而不是靠突然間開箱 彈出來嚇你 這樣 沒有意思 就是這樣會令到你 嚇一嚇 但是之後你是不會記得那個恐怖感 就是你玩完這遊戲之後 你就不記得了 那些位置 反而你玩完Silent Hill之後 你真的會記得那種恐怖的氣氛 或者怎樣怎樣 以上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但是我給8.5分 其實是很高分的 因為你看我 8.5分 我給到這麼高 其實真的很高 因為其實Balhasa 2 我有個人感情 是的 我有個人感情 但是我就說 如果你是新玩家 你就自己扣0.5 或者扣1分 新玩家 因為 老實講一句 如果你今時今日想玩一隻恐怖遊戲 或者射擊遊戲 你是不需要選擇這隻 因為今時今日 也有很多選擇 對 Balhasa 2 我覺得 只不過Balhasa 2 今代很有誠意 對老玩家來說很感動 即是20年前 玩完之後 現在20年後 我覺得如果你FF7 可以有這樣的水長 拿收貨 即是FF7的REMART 都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說真的 人家Balhasa 2 都出了 MF7 是吧 MF7 我都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我不要說這個 總結來說 其實 今時今日的家用機 其實都不貴 你手機遊戲 你負責到6800 對不對 那你家用機 四塊多水 我覺得 你當作是一個遊戲體驗 而不是說 其實OK 即是四塊水 帶給我一個 我不會玩的 我飽一次機就算了 因為今時今日 你不可能好像以前讀書 那樣可以這麼多時間狂玩 因為我們只玩很多遊戲 因為 那四塊水 男女主角Balhasa 2 這個遊戲體驗 我覺得都值得 說真的 抵了你 6800 但是抽10個4星 沒意思 就是這樣 好 以上就是我對Balhasa 2的評價 剛剛好11點 好 這條影片我明天會剪出去 我們繼續看留言 留言 我反而覺得這集剛剛好 好 我怕 我還未出前 那段時間 是啊 我真的很不喜歡 突然間彈出來 嚇你那些 那些是很便宜的 那些是很便宜的 那些是 明天休息一下 剛剛好 今天是第四天 Balhasa是第四天 剛剛好 男女角用兩集爆機 那就是這樣 明天可以不直播 我又不用一定要直播 說真的 Balhasa 5太廢了 不想說 有些人說Balhasa 5好玩 但是我自己這麼多集是最不喜歡Balhasa 5 我Balhasa 5是爆不了機 我玩到去哪裡呢 我玩到Balhasa 5是 去到地下類似一個古墓 那樣 我玩一下就覺得 嘩 我現在是不是在玩杜暴者羅拉 在開機關開城 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 沒有玩 我玩不完 我玩不完 我玩到 我突然間有一個感覺 我不是在玩Balhasa 我在玩杜暴者羅拉 然後突然間有這個感覺 我就沒有玩了 然後 Balhasa 5完全是不恐怖的 我都說 但凡有Chris出場的時候 就完全不是恐怖的 你看回Balhasa 6 Chris偏是由頭用機關槍射到尾 即Chris和皮爾斯兩個人 你根本都不 你甚至 我是不是在玩CS 我真的心想由頭射到尾 拿機關槍白癡 就是這樣 Balhasa 5我是 你當它動作遊戲是OK的 Balhasa 5你當它動作遊戲是OK的 但當它Balhasa你會很失望 就是這樣 今次Balhasa 5就先玩 看看下一隻會和大家玩Costal Game 再看看 如果有好遊戲 我就會和大家直播這樣玩 今次多謝 今次都很開心 因為觀眾這樣開直播 有時候觀眾提供密碼給你 或者觀眾提供你去哪裡 是頗開心的 你不用自己又打又提供 如果我自己單打 不然我玩玩一下 我就要按STAR 然後我就要上網看看我要去哪裡 你們也是這樣 我相信 但如果開直播就不用了 開直播就可以 可以馬上提供一些答案給你 對 方便很多 所以下次有這類型的遊戲 我都應該開直播玩 開心一點 就是這樣 人中之龍不玩 人中之龍我有 我問肥波借了 但我到現在還沒玩 我不想玩 沒心機玩 而且這遊戲 你都不可以直播 會被疼 你看SEO的下場就知道 所以這遊戲 就算我玩 我也是自己玩 我不會直播 一世間不讓你直播 就是這樣 好 今晚直播到這裡 剛剛好11點 我們 看看明天會不會直播 請留意我的頻道 最新動向 拜拜 好